各位觀眾 各位網友 大家好 我在這裡不只講過一次 香港做教師是一個高危行業 教公民科 公社科更加高危 遲些要教師宣誓 可能是高危中的高危 於是君子不立危場之下 很多都走了 教腳 有多少人教了腳 其實有具體數字 前幾天 上個月 教育局向立法會提交數據 2021年至2022年 有4050個公營及值資學校的教師離職 人數比過往上一年同樣的時間 上升了七成 而聘請的 只有3140人 換句話 教師人數出現負增長 離開很多 聘請不得了 令學校叫救命 例如你招聘的廣告 有些學校 收到很少的求職信 甚至是收不到求職信 當然教育局是這樣去演繹這件事 教師流失的原因是退休 進修 去其他類別的學校任教 他現在說是公營 資助和直資 可能別人去了 其他 私立 又或者去了國際學校 或者從事其他行業 最後一個就是 以其他私人理由離職 他永遠不會把這些細碎的 告訴大家 退休 進修 去其他學校任教 不同類別等等的情況 究竟是怎樣分呢 什麼是其他私人理由呢 教育局就說 今年教師的流失率略高 觀測學校的運作是大致正常 有足夠合資的教師任教 隨著未來學齡 適齡的小朋友入讀 結構性下降 出身都低 於是教師的需求 相應減少 所以沒問題 大家不用擔心 你聽完之後 又是那種 掩耳道理 第一 不要說 移民究竟有多嚴重 四千來五十人流失 不是移民的 又或者 我不知道 我看不到 我不懂 我不管 總之 移民這兩個字不是在我的口說出來就可以了 不要緊的 有些事實勝於紅辯 我經常都說 突然想到飛機 同學就看到他的班主任 SIR 你又搭這班飛機去英國 你去哪 你移民 我移民了 小朋友 你又移民了 移民之前完全不知道大家會移民 但竟然 會在同一班飛機撞到自己學校的班主任 又或者撞到自己同班的同學 大家就不動聲色去做這件事 那些老師 退休 移民一點都不奇怪 拿著舊錢 舊師的 公職金很和味 移民幾百萬 拿著舊錢 去英國或其他地方 買一層樓 銀銀腳 降校本身 但有些年輕遙遙 文說可能是 三四十歲 總之未到退休年齡 去到也要做 做不做得老本行 有多人關心這個問題 去到英國做不做得上教師 找不找到的 有機會找到的 不過你要做一些 很周常的計劃 預先計劃 例如找Agent幫你 我今天不是詳細說怎樣找Agent 我這個頻道 不是講教人怎樣找工作 也不是說很多英國的生活 去哪裏超市買東西便宜的 我只是想分析一些 新聞背後的現象 最新的消息對大家來說可能是好的消息 英國的教育部門 最新的指引出來 在明年2023年 年初 大約有半年 就會放寬海外教師在英國 註冊 的資格 給更多的海外教師有機會在英國 任教 海外教師當然包括香港 我強調這個政策 不是 好像林鄭說的 移民政策想 吸納香港的人才 所有的移民政策都要吸納香港人才 不是吸納人才 難道是吸納奴才嗎 但他這個政策 不是故意面對香港 要吸納香港的人才 是面對全世界 如果你合資格的話 提交合資格的行歷 你有機會拿到所謂QTS Qualified Teacher Status 這個資格可以在英國任教 任何人 想在英國教宣 正式的教師就叫 QTS的教師 如果不是正式的教師也可以 unauthorized 即是U QTS 人工少很多 你可以 一面做一個 QTS的教師 一面進修 最後考試變成 QTS的教師 因為全世界 英國對於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地區 有不同的資歷 這個規定 現在就是 統一了這個資歷 規定 他說原先放寬的原因是 即使他有同等技能和經驗 某些國家和地區可以很容易申請到QTS 有些國家和地區就不可以 放寬之後就是保持所有國家和地區 如果你拿到的資格是英國認可的話 也有機會放寬給你 令到你可以 去英國教書 當然 很多人都說 去英國教師 你有這個資格 香港是教師 當然有這個資格 就不等於100%你拿到英國的QTS 這是第一 第二 大家必須注意 人工比香港少一大節 應該我略略說一下英國的 人工是怎樣 我也在這裡提過一下 可能 大家很難再翻查哪條影片 如果要做QTS 需要以下的資格 包括香港 有跟英國學士學位相同的學術標準的本科學位 而且以完成教師的培訓 可能你是 普通的大學 不是教育大學 你就拿到學士學位 這是第一 要進修不知一年還是什麼 你就拿到教師資格 如果教育大學 本身就已經有教師的資格 第二 學術標準和培訓時間 至少和英格蘭的初級教師培訓 我相信這個不難 應該可以 第三 獲得資格後 只需要一年的教師工作經驗 很多現在教育都不止一年 可能四五年 十年八年 甚至更長的時間 然後這個學科 的成績 數學學科的成績 就是GCSE四級的水平資格證書 所有打算任教小學的人都要持有 證明科學學科達到相當於 GCSE的四級水平 然後那個英語水平 要合格資格 或者是來自英語的國家 或者已經 學習 有了英語學位 第六 這些合資格的國家或地區 具有教師所需的專業地位 不受任何條件 或者對其執教的限制 大家不要這樣說 我就這樣說 大家就上相關的網頁 教學部門的網頁 自己看看 你不要問我的連結 在這裡 如果你做教師 你自然有自己的方法 按上去 不要說你的連結是甚麼 你讓我看看 如果你說我找不到 你自己檢討一下 為何會找不到 說QTS 究竟是怎樣做的 用這些社會的方法 在今年的再遲幾個月 到秋季 會更新資格 證明 指引 在英國就很具體 寫得很具體 所以 大家密切留意 我強調 你有這個資格不等於 一定會找到工作 因為在英國 我聽聽我的聽眾說的網友說 比較搶手的都是數理的教師 例如你教其他語文 例如我是教英文 除非你英文很好 來到這裡你也要 比別人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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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理的 我相信香港的教師很厲害 比較容易找到工作 有QTS就等於 找到工作 這是第一點 你不要聽完我的說話 不管了 要過來才算 有QTS不一定 容易找到工作 但是 有QTS就至少你走到第一步 過了這個門檻 第二 找到工作 那個人工是 少很多 尤其是資深 人工是怎樣 大家上網很容易找 你查 用Google櫃哥 做這個搜尋 QTS UK Celary 就可以了 很詳細 很詳細的 一般來說 英國和威爾斯 不算倫敦計 那個薪酬 不是新入職 2 25714磅 至41604磅 好多錢 一年 如果用 英鎊跌了很多 我用10來計 25萬到41萬一年 如果 倫敦以外 如果倫敦是多一點錢的 因為倫敦就可能物價貴一點 所以新程有不同 大概 都是 二十六七萬 到四十多萬 左右 有些不同的標準 有些新級不同的標準 有些 50萬港幣 一年 相對香港 香港好像入職都幾萬 上去 資深的 已經到八九萬 十萬 可能更加多 我不是很掌握那個很準確的數字 老師話告訴我 我找過一段時間 以前也報過給大家知道 那些 unqualified 未有合資格 就少一點 大概是 一萬八千到二萬八千左右 英鎊 一年 Head teacher 我想已經到校長那一級 如果不是倫敦 英國的地方 四萬七到十一萬七 如果是倫敦 就多一點 四萬八到十二萬五 如果港幣 都是百多萬 一年 最高 香港的校長 怎知道百多萬一年 是不是 高很多 當然 在這裡做老師 身水比香港少很多 大家必須要記住 但是 我想很多專業人士來到這裡 為什麼要來呢 如果你跟香港的身水比較 最好就不要走 你做醫生 做護士 做教師 做其他工程師等等 身水都很高 在香港是薪酬高 是見稱的 但是為什麼這麼多人仍然要走 那麼多專業人士仍然要走 要走 來到未必找回他專業的工作 都仍然要走 當然有他 深層的原因 薪水 只不過是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 他考慮的因素 如果這個因素 無所謂 都要走的話 很多其他因素 包括 子女的成長 教育 他自己的言論自由 思想自由 呼吸的自由 他都要考慮 在香港做老師 有些人說 在英國做老師的貨擔也不輕 不過他不需要做行政事 因為我沒有做過 我真的不知道 有些人說 在這裡做老師 相對比較輕鬆 這一點我就覺得 我覺得是 但是 所謂輕鬆一點的詩 不是工作量 輕鬆一點 例如有些 比我小很多 現在在大學讀書 有些朋友跟我說 有些老師 一個人 要跟 例如 Master 跟很多學生去做 街他們寫論文 他說工作量很大 大到不得了 於是他只能跟學生約 你什麼時候約我去談 我是限時的 例如每一個人最多談一個小時 他一個星期最多談到幾多人 好像看醫生 其實工作量很大 但人工 亦都是比香港 在大學教書 少很多 這是百分之百肯定 但是 那麼多香港人 老師或其他來這裡 想入行 又或者是來到這個地方 為什麼 他覺得 在這裡教書 比在香港教書 至少思想的負擔 輕很多 這個百分之百肯定 不會說在政治上 我說的有什麼不正確 會不會被人篤灰 會不會同學會報國安處 其他同事會看不過眼 你有得升我沒得升會不會 整鼓你 整鼓你 辦公室政治有很多 全世界都有 但在香港辦公室政治 變成政治 變成國家安全的政治 就很嚴重 很多人就因為這個原因 而離開 很多人沒有想過 真的沒有想過 發夢都沒有想過 去到異地 他的資格有機會被承認 他能夠找回老闆行 能夠拋開思想包袱 很多人很喜歡教書 這樣就教書 我強調 不是你得到QTS 這個只是第一步 就等於一定找到工作 找到工作也好 你的薪金很低 比香港很多 第三更加重要 你未必一定能夠適應 在這裡面對這裡的小朋友 跟香港小朋友是很不同的 語文是不同的 文化是不同的 他們的成長 他們的家長 你不只是面對小朋友 面對他們的家長 面對他們的家長也有很多文化的差異 我個人在這些問題上是很無實的 不要說到天堂 來吧 立即來吧 我絕對不會 鼓勵別人做這件事 很無實的 因為你來到之後發覺 跟我想像 不是我想像 你自己想像 那麼多東西不同 不只心理騙我 我 移民不移民 入哪行 這不是我這個channel 要做的事 我這個channel只不過是 將一些已經發生了的事 又或者可能將來會發生的事 做一些 判斷給大家知道 最後的決定 是你自己 這件事很重要 我不是戴頭盔 一向都是 我這個channel 要做的 想發揮的作用 大家自己上網 看看這個新的資格 是怎樣規定 他們的薪水是怎樣 最好最好有機會 問到一些人 如果在這裏教書 看我的channel的朋友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提供更多的資料 亦告訴我 如果在這裏教書 跟在香港教書有什麼不同 怎樣適應 我覺得這個 實戰的經驗是更加重要 好嗎 多謝你們收看 繼續支持我的patreon 繼續支持我的深藉口法的channel 再見 請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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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